那就到了安装的过程了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简单的 所以大家不要 就当然我也理解很多人看到这些什么 程序安装啊 程序设置啊 就很头大 然后就头痛 其实就是有一种还没看 就很烦躁的感觉 就很惧怕 好像看到这种东西就有点怕 其实大家就是不用先给自己一种心 不要先给自己心理暗示 说这个东西一定很复杂 这个东西好复杂好难啊 就是不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 它其实很简单 那首先的话就是 下载Restemic的话 就是点击这个链接 那如果大家拿到的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了这个安装指南 因为这个使用指南是PDF文档的 所以的话这个网址 大家可以直接点的 直接点的话 就在你的浏览器里面会跳 会开始下载了 然后下载之后 你安装到自己的桌面 打开它 然后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的话 首先是把你的ID 输进去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演示过的 你就是 那有一个 你点那个setup的页面进去之后 会看到你的ID和passwall 还有key的那个地方 对 把那个你的ID APEX-GGG 这个ID输进去 然后把你的密码输进去 然后这两个是默认的 不用动 然后当你把这两个输完了之后 那么这个下面这里是自动会出现的 不用你再填一遍 你只要填这上面一遍就好了 然后这上面填完了之后 这下面会自动出现 自动出现了之后 记得把这个market data这里 点一下 点成off 因为在你没有点之前 它是亮的 它是谁的on 那么需要你点一下它 把它变成一个灰色的off 就是要变成跟这个图片 跟我给你的这个截图是一样的 变成灰色的 你打开的时候 没有点之前 它是亮的 亮的是不要的 你要点一下 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我先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变成灰色的样子 OK了 所以这个rhythmic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就不能 已经不能再简单了吧 就是把你的ID和password复制进去 然后下面会 自己会出现 不用你再写一遍 然后再把这个点成灰色 OK 然后login 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个rhythmic就OK了 那当然 它有时候会出现 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它有时候确实会出现 你点进login之后 它这里会有一个提示 就是login failed 就是登录失败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就不是说你的流程有错误 它有时候可能连接不是很好 它会出现你 你那个登录失败 这个时候你就把 点一下这个cancel 记得点cancel 把这个界面关掉 然后重新在你的电脑桌面上 双击那个rhythmic的图标 重新回到这个 重新打开这个页面之后 重新再来一遍 输入你的复制 粘贴你的ID 复制粘贴你的password 然后把这个点成灰色 再点login 就是多来几遍 因为它有时候是 确实连接不太好 不是你的流程的问题 大家稍微有一点点耐心 就是多试几次 那就是因为我们也确实是 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包括我们自己每天登录 自己登录有时候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所以 那需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多试几次 不是说你让大家 一直不停的点这个login 你一直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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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点 是你一定要点cancel 退出去 重新把桌面上的 那个图像打开 双击桌面上的图表打开之后 重新开始login一次 多试几次 肯定是能够登录进去的 只要你的ID和password没有错 然后再把这个点成灰色 变成off 就不会有错 然后你就多试几次 肯定是能够进去的 然后当你登录进去之后 这点很重要 他会 第一次登录之后 会要求签署两份电子协议 就是你一登录进来 他就会跳出来这个框 很多客户看到这个框之后 就直接点击close了 然后就 然后点完了close之后 突然感觉过了一会儿 感觉不对头 刚才砍出来个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 说是啥 就被我关掉了 这个就是大家进来之后看一下 它是有两个协议 这两个协议是需要大家签一下的 那这两个协议的话 一个就是选择我同意 一个请选 就选择non-professional 这个这个只能上都写得很清楚 一个选 我同意一个选 一定要选non-professional 大家千万不要去选那个professional 那个不合适 就是大家选这两个 按照这个上面写的来就好了 然后那就OK了 你只要就是 这个怎么说 就是对 这两个协议签好了之后 就OK了 这个RaceMeek 你只要登录成功 签完这两个协议 就只要登录一次 并且签完了协议之后 你不需要每一次 或者每一天 打开拎甲交易的时候 其实是不需要再打开它的 就是你第一次成功了就OK了 以后就是 你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 经常登录反复登录 你要是不打开 也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只要一次设置成功 就就是解决根本问题了 但以后你 你要想每天进也行 不打开也行 你可以就是不打开它 只打开拎甲 单独打开拎甲操作 是可以的 就是它没有必要 它是它是一个非必要 每天需要你打开 不是的 你只要第一次设置成功了 就OK了 好 就是你就会 那你设置成功之后 你会看到你的账户嘛 就是APEX 这里有你的账户 就是你进去之后 自己就可以看得到 那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我讲的 很多客户 他进来之后 然后弹窗 看到一个弹窗 也没仔细看 就关掉了 然后后头 后来想起来 发现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 我漏了 然后被我关掉了 那怎么办呢 去哪找呢 哪找回来呢 因为你这个两个 是一定要签字的 如果你这两个 不签名的话 你是没有数据的 那在哪里签名呢 就是你在你的 Rhythmic里面 这个File 文件 下拉菜单里面 有一个 Agreement and Documents 重新点这里 然后 这个这两个协议 就会再次出来了 就是这两个协议 就会再次出来了 然后你就把它签名 然后点击提交就好了 所以就是在这里 把这两个协议找出来 就没问题了 就会再次出来了